Apple從小就是天池嬌女 萬千寵愛於一身 可是人總敵不過時間的流逝 Apple發現自己的樣子開始衰老 追求她的人越來越少 她為了安慰自己 告訴自己 世界上其實有一種人 會偷取別人的時間 而不肯去面對自己的生老病死 Astem goes by 就是時光飛逝的意思 但我們應該怎樣幫她呢 一個 連自己都不敢去面對現實的人 怎麼幫 好 我有個提議 可是不知道行不行她痛 你必須記住 你必須記住 這 A kiss 就是 一招 一招 A kiss A kiss A kiss the kiss A kiss Just a sigh And the fundamental things apply As time goes by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just a kiss Just a sigh And the fundamental things apply As time goes by And the todes 我 你真的设定决心要走了 是啊 我想通了 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呢 如果一直想着过去的话 就发现不了未来的乐趣了 是不是 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首先呢 我打算先去国外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我想把美貌延长一下 是什么让你想通的 是那首歌提醒了我 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事情 是不被时间所限制的 经过了这么久之后 还可以让人牢牢地记住 况且比起这首歌 我还是很年轻吧 祝福你 谢谢 还要谢谢这位帅哥 不客气 还有你啊 美女 谢谢 再见 多谢你啊 金儿 照顾了我这么久 恭喜你 还有你们两个好厉害啊 不是因为你们我也不会好 得谢 恭喜出院 同学 谢谢你 保重 我会回来的 不过只是探望 拜拜 拜拜 干嘛 不开心啊 我在想 如果有天我也能像他们一样 离开这里 你说该有多好 九叔 你很快就可以离开这里 很快的 你们俩来我办公室一下啊 又有新案子啊 嗯 那个叫鲁斯伊法的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目前最让我们束手无策的案子之一 这是目前最让我们束手无策的案子之一 大概二十岁左右 不知道为什么 性格就出现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什么样的转变 报告上他父亲说 他从小是个内向文静的好学生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之间 变得暴躁 喜欢听一些吵闹的音乐 而且对异类宗教产生了狂热 那是因为 他被那些异教徒吸脑了 我们之前也这么怀疑过 可是他的父母 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就找了四家侦探去调查 调查了朋友圈和生活的圈子 发现跟异类宗教根本没有一点关系 这的确很奇怪 最后他的暴力倾向越来越严重 他的父母不得已 把他送来这里接受治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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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